你好,欢迎收看9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妇女会在11号上午举办了109年 回来好景幸福飞扬,非凡妇女热心妇女志工表扬及才艺表演活动 来自花莲县十三乡镇市妇女齐聚 也邀请了7个妇女会带来精彩表演 清党徐正会特别出席活动,全程欣赏 也表态支持妇女姐妹,一起来连数反对瘦肉机的进口 园丁在5月份举行的109年 回来好景幸福飞扬,非凡妇女恶心妇女志工表扬及才艺表演活动 因为疫情影响而延后举办 11日上午,邀请花莲县十三乡镇妇女以及7个妇女会 在佛容饭店表扬之外,并带来精彩演出 随后县长徐正会也前来致意,感谢妇女朋友们对家庭的付出 要在5月份就要举办,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延到现在可以开放活动,我们再来办理 那我想今天所有受表扬的姐妹们 首先要恭贺你们 我想予以你们的平常在家庭的付出 还有社会的付出 然后整个社会有你们 我想就是真的是一团和气 我想你们的付出 我想带给社会家庭 我想一股温暖的力量,幸福的力量 现场活动前来专业讲师,分享家庭与健康生活的讲座 现场徐正会也鼓励现场妇女踊跃发问 就由妇女针对瘦肉筋问题提出疑惑 我要谢谢我们村美理事长安排一个最贴近我们需要的课程 而且让我们关护之心 我们知道很多的妇女姐妹对于我们养生保健 这个部分都已经非常清楚 但是如何关护之心 这很重要 因为会让我们启发新的想法和新的智慧 把以前忘记的再重拾回来 我们会买那个温提的 对 我们本来应该是养住物他们会开始 对 那问题就会跟那个要怎么去分别 我们如果去市场要去买 好来,网路上你们可能会看到 瘦肉筋的肥的部分比较窄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什么 没有加瘦肉筋的肥肉比较厚 那个是假讯息耶 对不对,那是假讯息哦 随后徐正会也表态 支持妇女会姐妹连署 一同表达反对瘦肉筋的进口 希望能向中央诉说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心声 记者讲邦夜华联施报导